碳14超标多少是胃癌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浩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外科 处置医师 是这样的 不是说碳14超标多少和胃癌有关系 首先碳14这个检查和胃癌的诊断之间 没有一个非常必然的联系 碳14检查检查的是 我们有没有罹患优门罗干菌的感染 因为碳14检查之后 我们通过吞下一定的药物 通过我们所谓的呼气实验 把气吹出来 来检测我们有没有优门罗干菌的感染 而优门罗干菌的感染 与胃癌之间有一定的潜在的联系 但是大可不必太过担心 我们发现有优门罗干菌的感染 可以通过我们抗优门罗干菌的治疗 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 比如说我们有合餐的 我们有合餐的习惯 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有的习惯 合餐的习惯 包括我们有上腹部的不适 或者有些隐痛 或者其他的一些 这些相关的上腹部的不适 和胃肠道的一些表现 我们的大夫可能就会开具一些检查 来明确有没有罗干罗干菌的感染 以判断需不需要进一步的这样的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